大家好,我是凡周 今天我去师父的园子里面帮忙 因为这段时间气温开始升高了 然后他那儿的气温比我老家的气温要高一点 所以今天就去他那里帮他嫁接 他总共有三个园子 然后种的东西的话主要是金蛋子居多 而且大多数都是这种乔木 所以看起来很震撼 边看视频边聊 哦,你是橘子骨哟 乖啰,老牛都老了 嘿嘿嘿,给不动了 橘子骨 柳锅鸭 嘿,大胃 包进肠上的手 这是一颗乔木的老砖 这里为什么要采用浮接的手法呢 就是因为担心万一嫁接不成活 然后还可以进行徐刀 其实副接的话就是从山刀法演变过来的 弄不成啊 玩盆景的男人 其实特别单纯 每天围着这一堆树疙瘩 收获一堆的乐趣 接下来就是残磨 这里用到糯米籽 之后师傅还用了另一个法宝 起初我不是太理解 大家接着看 师傅种植桥木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种植桥木从生庄到养成 他比较有经验 我们今天嫁接的这个园子 大概面积有300个平方左右吧 难以想象 300个平方左右的原子 里面的金蛋指 价值的话 可能超过200个W以上 不是太好 风吹着容易啊 容易晃得很 上去晕觉 别紧张 我看你是师傅的 你要手表抖 利我们手表抖 reflecting 这个包椒给他长到的绝体绽的 我跟言表里查一下脚步 脚步是大面积的 他不会再次超超 太大了 他不离别长了 他要超 脚步不要进去 脚步得新闻 脚步等到奖 tiempo honey 脚步儿踏 новые东西 这个脚步它随便脏它不会再进去 嗯 第二种价格方法就是比较传统的三斗法 好可笑 看来的 你留两个鸭 我都留一锅鸭就可以了 留两个鸭整就快点 那些装装它不缺 不缺云阳 这个交接点位看着有点高 但其实不难 旁边有一个碳画面 如果再聚下去的话 就不容易操作 另外装比较大 也这样养出来的过渡 也不会显得不协调 就是平层对平层 也就是行层层对行层层 这个位置就是留白的位置 正如网友们所说 就说我和师父的话 是那种一丝一有的关系 平时他称呼我 也称呼的邱老弟 然后我称呼他的话 称呼牛哥 或者是老牛 老牛称呼的双手 看到没有 其实我觉得应该朝这个牛 从这一位置去决 才这位置夹得很安逸 参不倒 看到有吗 那边有炭花 炭花头的那肯定 有那个是自然炭花头 是不是 主要是参不倒 还有这个长得还得很 主要有这几个过渡真合适 知道 要因敌之一 只有这个装大 它像高大 看到这儿你可能有疑问 就是为啥 最后还要用主缘交代 来查一下 这个问题我们评论区一见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我是范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